如果你打开了这本笔记,先想一下,你叫什么,准备干什么,我鞋是谁,不过想不起来,你已经又一次失忆,放心,这不是第一次,所有这本笔记,而我就是你,如果不相信,这几个字对比一下字迹,现在,你应该已经相信了,以下是你失忆前证明的笔记,请务必遵守,你叫张其林, 这是一个代号,它所代表的意义,不能写出来,你只能自己去找,凶手穷奇,武蟹知道一些,你是有目的的盗墓者,目的图上条,武蟹可以信任,王胖子可以信任,他们救过你,你身价很高,除了武蟹,别人找你下斗,不要轻易答应,如果听说武蟹要下斗,必须跟着,武蟹住在行中, 他已经在戏林一首旁边的古董店,不确认完全安全,不可以去找,武蟹,尽量穿戴帽子的衣服,你比武蟹矮一厘,不要穿胖子买的内裤,即使你很喜欢,粽子不好吃,遇到全部砍掉,武蟹不爱吃错话,武蟹睡觉喜欢灯被子,有机会的话帮他盖好,如果武蟹生气,想要好, 双手,不要对他笑,戒与黄,戒与尘是对手,打他不了客气,小哥,如果要死,死在无蟹看不见的地方, 你对无蟹很好,超越了有钱的关系,但尽量不要让他知道, 最后,如果你再次进入青铜门,不要去找,不要去找我写道笔, 超几零!